迎接2024 泰国曼谷为了抢食跨年商机 把照批河业河畔 打造成了超大型的倒数场地 《顺利烟火》再加上无人机的演出 规模号称是泰国史上最大 也成功地吸引大批的游客 那么根据泰国观光局的预估 一旦假期到现在 已经有110万名外国游客造访泰国了 也带来417亿的泰铢收入 相当于是台币317亿元 要比前一年同期 增加了6成左右